接下来这个主角人生 有过一个特别的记忆 就是爸爸曾经不告而别失踪了 那么在那段爸爸遇上难关 不回家的期间 他们全家到处找人 甚至也开始煮咸粥分送给街友 希望作为找爸爸的一线希望 而最后爸爸回来了 一段时间之后爸爸也过世了 但是那一锅关心街上朋友的咸粥 没有停过 曾丙宴有一家小小的美食餐厅 每周二日是电休日 周一晚上打烊前 店里总是煮这一锅咸粥 菜豆和三层肉加虾米爆香 再放进大骨汤和生米一起熬 只炒这个时候 要下班前就先把它炖好 把它放着还好啊 就慢慢炖啊 下班再咬一咬就送过去很快 豆子粥是妈妈从前常煮的古早味 也是爸爸最喜欢的味道 高中时爸爸生意失败 转往工地谋生 从前是家庭主妇的妈妈 为了负担家计卖起轻皱小菜 采买提重物搬起一大锅滚烫的粥 妈妈的辛苦曾丙宴都看在眼里 其实那时候我是算是读夜小 然后早上我本身自己也本身有一个正职的工作 然后正职的工作去做完之后 去先下课 先去把妈妈的那个轻皱脚在扛棒推出去 然后推完出去 先帮她一下 然后再去读书 读完书再去把扛棒帮她推回去 再整理一下 我再去做大洋办 白天上班 晚上上课 放学帮妈妈收店之后 曾丙宴还得再去咖啡厅上夜班 她得靠自己筹学费 念完高中 有了文凭才好找工作 进餐饮业有一技之长 也能填饱肚子 从中餐 西餐 面包 曾丙宴都做过 她的意大利面 就是用自己的配方订做的宽面条 有口感够绝境 刚进西餐厨房时 才知道意大利面的种类多 各种餐点的英文名字各有不同 读夜校时忙于工作赚钱 没时间好好念书 曾丙宴进了厨房 还有更多不容易 当时我把那个出菜单 上面都是写英文 像会写说Omelet 就用英文 但是我那时候不懂英文嘛 我就把英文上面都写注音 什么就用啵啵啵啵下去注音 爸妈都很辛苦 曾丙宴想早点学会本领 每到餐点里 都有她的苦练苦学 多年磨练 曾丙宴后来终于进了 大型餐饮集团 当上师傅 她开始朝着自己的梦想迈进 手打汉堡肉是曾丙宴用掌心温度传达的诚意 两手来回把汉堡肉里的空气打出来 让绞肉更紧实有口感 加上洋葱 起司和培根 一定要是饱满大份量 够填饱肚子 在小店里踏实追梦 曾丙宴喜欢做的 是让她带着情感回忆的料理 肉桂卷从面团开始 要经过好几次反复成型发酵 爸爸生意失败 在工地做工 年少的曾丙宴常跟着帮忙 烈日下工作 对她适中折磨 她都看我每天好像重视 然后她晚上都会说 你给我喝一杯 她都不知道什么东西 都给我加肉桂粉就对了 那我其实很不喜欢 那从那时候 从那时候我就慢慢让自己 逼着要去吃这个东西 那后来她要让我提神 或者就加在柠檬 肉桂的味道有爸爸的爱 曾丙宴把她和核桃一起 卷折进面团里 最后再淋上黑糖 棕榈糖 煮出来的糖浆 就做到她就想到她 因为肉桂 因为想到肉桂就想到她 然后又是咖啡色 因为我爸身体又像咖啡色 黑黑的 所以这东西会让我 每次做到就想到我老爸 做工的人常年风吹日晒 爸爸被大太阳烤得一身咖啡色 还是经常喜欢把儿子带在身边 东奔西跑 看人生百态 常常会看到一个阿婆 在挖厨余 那她每次遇到她 只要每次遇到她 就会叫她上车 那上阿哥带她去吃碗饭 再把她送到原地点 那个地点 然后再给她五百块 自从爸爸那时候 都会一直跟我说 其实给人家一碗饭 其实不会饿到那里去 就算自己的日子不好过 曾丙宴跟爸爸学会善良 他心目中的爸爸 是认真生活的人 直到有一天 爸爸不够而别 全家人骗寻不着 一开始是这样 因为爸爸有一阵子失踪了 那人都会做错事情 那失踪那时候 我会觉得说 搞不好去送油敏 会有一天会找到她 那其实我蛮怕 我蛮怕看到油敏的 那如果说我今天如果有一天送到 是我爸在那边的话 我该会怎么去跟他眼色相看 每周一打烊前的炉火 是为了一大锅闲粥炽热者 那段时间爸爸不见了 曾丙宴想尽各种办法找 他试着想 如果爸爸有苦衷不回家 那街头上有没有可能出现爸爸的身影 会不会饿着肚子没饭吃 怎么度过寒夜 他开始做餐煮粥 分送街头无家可归的人 这变成他找爸爸的一线希望 他有一天就忽然回来了 但是他是在脏话 被亲戚找到了 那时候已经末期 癌症末期 那第三期 然后那时候他回来 那时候我们是开店的第三天 开店的第三天 他就做来了 他说他跟我说 有一天他可以来 回来帮我这样子 但是他不知道他自己得癌症 你好 其他几位 好 那边请坐 小店开张第三天 爸爸回来了 得知爸爸阴暗入狱 所以才消失了两年多 父亲在他心中的形象一系间崩塌 但还来不及消化这些情绪 曾炳燕就得知了爸爸离癌的消息 没时间修补父子重逢的亲情 三个月后 曾炳燕送走了爸爸 只剩下做着与爸爸相关的料理 和持续关心着街头无家可归的人 用这些日常点滴来记住爸爸的好 而不是那个曾经入狱不归的爸爸 之前我长时间这十年认识了一个 德别严癌也是跟爸爸一样 但是我那时候买了那个罐石的 那个补乳品 那我就请那个旁边游民 麻烦每天帮他补食 但是有一天 有一天我去找他的时候 人已经 那时有一天的寒流 人已经硬了 已经死了 但是他让我最感慨就是 他家人会不会知道 好像也不会知道 不知道亲人生在何处 是否安好的担忧 曾炳燕经历过 爸爸走后 他把这些情感做了一转 像是弥补来不及关心 孝顺的遗憾 因为妈妈以前都会煮豆子粥 那也当时是我爸爸最喜欢吃的 那游民其实有些人没有牙齿 而且都是几乎都是老人家 那这个豆子粥可以保持 他们的肚子会比较饱足感 那粥的部分 我都会熬得比较软烂 还有一些像瘦 一些三层肉 每周公休日的前一晚 煮好咸粥拉下店门 沿着城市的霓虹 曾炳燕骑上机车 一处处去探望他街头的朋友 礼拜二休假 然后礼拜一的凌晨的时候来送餐店 那所以他们给我取一个外号叫星期二 有时是沿路发送 有时是拿着粥在一旁静静等待 街边的人们经常很害羞 看到他是来了好几年的熟面孔 才慢慢走上前 他们都会问我一句 我只要给他 你吃了吗 你吃了没 但是我都跟他说我吃了 然后不然就是 我其实送给他们 我最喜欢就是他们跟我说声谢谢 那种感觉我真的 很开心 他第一个不是想到自己 他第一个是想到我自己也吃了没 而不是只有我 我给我我自己吃就好 那你吃了没 一般人都会想我赶快我要吃饭 那想到你吃了没 知道自己也同样被关心着 这鼓励了曾炳燕 每周在餐厅和街头日与夜穿梭 曾经有段时间小店里生意清淡 曾炳燕却不愿意收了生意回去上班 为了让餐厅继续开下去 他又开始像念夜笑时一样 晚上去兼差贴补收入 谁愿意去抽大便 谁愿意去抽水水飞 那个抽出来分辨的味道也蛮臭的 对啊 所以我选择去最辛苦的工作去做 为什么要过生活 我没有钱对坚持坚持 如果今天我收掉的话 接着要吃什么 他们要怎么办 没有人照顾他们 白天开店晚上兼差 才能维持每周一到两次 夜里送餐的工作 一直到现在已经是第十年 希望啊 希望可能说 让他在天上更好过 然后让他稍微积一点等 让他好过一点这样子 那其实我也没有想过那么多 让他就是让这些街友 好好地活一天算一天吧 活一天算一天这样子 想给曾经看爸爸一样迷途的人送一点温暖 因为这同样给了曾秉宁力量 有时候会有心情不好的时候 那你会看到你去送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自己本身会看到 其实这些人还在等着你去帮助他们 那你如果自己不加油 你有一天会不会跟他们一样 其实不见得 但是这些人其实都一直在等着你 这是我的原动力 现在是热的 不是温暖的 好 谢谢 谢谢 四张多的小店 里里外外只有曾秉宁一个人忙 但不同的是 这些年有熟悉他的老客人加入支持他 那你跟他说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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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我在做工艺 现在我会帮他捐出去 去采买一些食材 那那个是算首客 开始有人和他一样 愿意给街角的陌生人一点鼓励 生活不容易 如果一碗热腾腾的咸粥 能在夜里给人一点希望 这同时也是曾秉宁想念爸爸 用来鼓励自己勇敢生活的动力 的确 帮助人的时候 也是自己的动力